拆解经济时 继续有我运税 在我身边有90后投资经理阿妍 Hello 你好 我们首先要做一些小广告 欢迎大家CLS 留言、赞、分享 记住订阅我们 还有点点钟 so that you can 之后见到我们的短片 都可以即时follow 我们亦有些优惠执行业 想送给大家 就要免费看华尔街日报和日经亚洲 只要大家上prime.fortuneinside.com prime.fortuneinside.com 找回华尔街日报的产品 输入优惠码MUDDYWATER2022 就可以免费看一个月 至于日经亚洲 就选回日经亚洲的产品 输入优惠码NICEL ONE MONTH 你就可以订阅日经的免费看一个月 当然如果你是订阅了我的混水 PATREON一年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 《华尔街日报》和《日经》 我今次不是只是送一个月给你 是直接送一年给你 是两个都送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 我的PATREON就会写在Caption那里 也都可以大家按回去 screen那里 有个QR Code QR Code那里 你数一数 基本上都可以 找回我的PATREON到底是怎样的了 我们也都去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有一位读者就问 你觉得经济学与不同的教学模型去解释 是不是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崇拜呢 而这种方法是否放诸于社会科学也是恰当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 那我就想看看 你也是读ECON 你读社会科学 对于我们经济学归类在社会科学 然后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是不是有一些观察和想法呢 我觉得两边都是科学方法来的 第一边就尝试找一些数据 一些数学去支持 数学其实你以一个学术的角度来说 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一些东西 譬如我们研究一些物理学 可能研究粒子和粒子之间的关系 中间就必不可笑就是数学来的 但我们研究一些经济学的话 假设我们不用数据 用回张不祥那一套 其实可能它就是靠一些观察 去找一些事件的因果 中间可能牵涉到的数学分量就不太多 当然可能这几十年的大小 就是将所有的科学都慢慢趋向数学化 无论是心理学也好 经济学也好 尝尽都是要归去数学那方面 才是最真实的 我想过世界都有这个走向 但是就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就批评一些经济学 就不是真正的科学 觉得它是危科学 因为它就没用到数学 但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完全看的 因为你的世界上很多的观察 很多的结果 那些就未必可以很准确地 用数学来解释 基于现在的科技来说 你未必找到一些 大数据的方法 或者一些数据的方法 去证明到某些事 哪个是因 哪个是果 某程度上 都要靠一些观察 去处理这件事 我想经济学的理论 是会帮忙解决到 我们的数字 数学能力不足的问题 先用一个观察 去推出结果 现在是最好的做法 是 为什么会变相 用数学模型解释 就会形成 好像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崇拜 那个原因我觉得是有几点的 就是诺贝尔曾经是在想 叫做ECON 还是叫做Economics Science 其实现在是偏向是后者 就是现在诺贝尔经济学长 其实那个经济学不是真的用Economics 这个字眼 是用经济科学这个字眼 原因就是因为 你一去到用科学这个字眼的时候 或者你将经济学 去向科学的那个角度 那个进程去进发的话 那你是避免不到要用数学的 因为本身经济学这个字 它演变出来的时候 它比较像是一些 不同的学科 可能它是有政治经济学的成分 你可以看回Adam Smith的部分 他讲分工 其实它里面说的那些东西 是有点像是传教的 有点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 它未必真是很科学的那个部分 那如果你说到 真是去到Adam Smith的那一套的 在我们的国家再之前 就会有一些哲学的底气在那里 那些哲学的底气在那里 那些哲学的底气是什么呢 比如说社会契约论 可能有福布斯 有劳疏 又有曼德斯科 又John Locke 等等的社会契约论的论家 那他们社会契约论里面 也都可能会有一些叫做自然律的东西 那自然律的东西也都会慢慢 那么这些工具 本身是应该是属于哲学 或者是政治哲学的工具 就滲了下去 就变成了一些经济学的基础 譬如是私有产权 就是私有产权是怎样做出来的 或者它怎样爆发出来的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看下你那个社会契约的那个结构 和对自然律的那个结构 你是怎样去看待的 就是譬如 Let's say John Locke 的那个说法 是说你怎样会拥有那个土地 你的私有产权 就是你对于那个土地私家努力 那你就是拥有那个土地 譬如你第一个在那个土地那里去狩猎 那这个就根据那个自然律 或者社会契约 就变成了你作为第一个人 你就拥有那块土地的使用权 那这个这样的说法 其实背后是有些产权意识的 如果你用回这个产权的意识 再Divide 下去 其实有机会是会走到经济学的那个进路 所以本身经济学第一个原始的起点 我们先当是 Wealth of Nations 其实它本身后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哲学 去支持着的就是一些 Nature Law Social Contract 等等的东西 所以就 这种这样的Contract的状态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剃弱 或者那个合约 亦都是制度经济学的演变出来的一个基础 所以在这种这样的角度去看 如果你只是纯从这些这样的哲学的角度 其实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科学的 但是科学是说什么呢 就是你要有些东西可以出来被人去验证 或者你可以推测到某些东西 毫无疑问地 统计学的工具 或者数学就是一个更加好的方式 去表达这种这样的社会科学的思维 所以你不要说把它当成某种崇拜 你当它是某种的工具 我觉得是会比较是make sense 就是它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工具 去draw一些的implication出来 然后就方便去表达那个模型 亦都可以方便去验证那个模型的真偽 因为科学都是要讲求验证 然后可能会被推翻 这个都是Karl Popper所说的 而数学它只不过是作为一种工具 在这里去使用 我们是会用很多的数学的工具 比如Ecolometrics Ecolometrics有很多的东西 比如那些叫做Dummy Variable Instrumental Variable 最近的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 他在研究最低工资不成立 他当初研究最低工资成不成立的时候 他用了一种很特别的statistical method 就叫做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那种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其实就是参考传统自然科学的方法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传统自然科学我们学的模式 就是会有一些叫做Control Experiment Control 亦都有一些叫做Treatment Experiment 就是有一个是对照实验组 有一个就是真正想测量的实验组 之后你可能放一些变数下去 然后你就去看看那个Control有没有改变 然后你再看看你被测量的对象有没有改变 so that 你就可以有两个对照组 然后你就可以比较到 就是那个科学的理论到底是否正好 这个就是本身自然科学会做一样东西 就是Control Experiment 有一个Control的对照组 还有一个理想做实验的对照组 两个去做一个比较 去看看这件事到底是否正好 而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这个concept是数学工具来的 是统计学的工具 是计量经济学的工具 那么他本身那个concept就是想验证一下 这个最低工资到底是否正好 那么他就在美国的时候 就找了两个周份 那就去研究那些快餐店 那个人工到底的高与低 那么刚好这两个周份 都是鄰近周份来的 一个周份就有调高到最低工资 另一个周份就没有 那么所以另一个周份 那些数据就全部可以变成一个对照实验组 那么变相 这个是对照 因为他没有调高过最低工资 或者调低过最高工资 所以他的政策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反过去另一个周份 他是有一个新的政策影响 就是调高了最低工资 那么你有两个对照实验组 然后用他们两个之间的difference 就是post policy和pre policy 一个difference 接着一个对照组 和一个treatment组 然后你会有一个matrix 就选择了四格 那就会变相 就用这个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的statistical method 就真的可以对照 一个的policy 会怎样影响了 那些variable的变化 所以这个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一个最新的诺佩尔经济 就是想得奖的一个统计的method 其实都是有些 类似自然科学的那样东西 就是自然科学 就是要有对照组 亦都有实验组 而在这个案例里面 就是最低工资到底是否效果的时候 你都有一个对照组 亦都有一个实验组 对照组就是一个鄰近 没有最低工资 调节过的周分 实验组就是有最低工资 调节过的周分 那你就看回两个周分 有最低工资前的effect 和有最低工资后的effect 就可以做到一个统计的实验出来 当然这些统计 也一定是有认识的 譬如因为它也是会用到regression model regression model的所有计划 都是会用下去的 譬如ordinary list square 那些method 背后的所有计划 全部都会用下去的 那我们始终都是面对着一个问题 就是社会科学 你是太多变数 你只能够尽量去控制那些变数 你无法100%控制得到 那譬如 曾经都有些经济学家 他尝试去帮一些变数去找因果 那比较出名的就是 就是cracker用的var factor auto regressive model 简单来说 就是找回之前 就是你x的t-0 和x的t-1 那个数据的变化 那就是找回这些数据的变化 那应该是ar model 是ar model 然后后来就会进化到 譬如 你x和y 两组的variable 那看一下y的 即是叫做 dependent variable x就是independent variable 那就去看一下 y的t 会不会被x的t-1 描述到 y的t加2 比x的t描述到 后一刻的行动 所以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方法 这些不同的统计模型 都是尝试去解释 令到社会科学 是更加接近自然科学的 那还有很多方法 例如medical science 他会用一种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这样的方法 那这些都是会找一些 很random的对照组 去尝试去准备一些selection bias 那这些在medical science 会用到的一些方法 有时候社会科学都会用到出来 就是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那所以就 大致上就是这样 希望都解答到大家的一些问题 好了 接着第二条问题 就是问 现在很科学的经济学 似乎预测能力都很差 接近自然科学的气象学 几日后的天气预报 基本上都可以当作笑话来看 那研究气象 就更加复杂的人类行为 还要加一堆不知是否真实的假设 会不会最后轮为勾说 那你怎么看呢 这个我想是关于科学的进步的问题 比如我们以往解释一些星象 我们有一些地深雪 就是所有的星球都围绕着地球 就是进化到那些日深雪 就是所有的星球都围绕太阳 其实你的科学是不断地进步 换言之你预测那些星象的能力 都是不断地进步的 所以你举个例子 可能是预测一些 可能几日后的天气就会不太准 但我想都可能比起几千年 或者几万年前 那些人用一些占卜 实数的方法 预测天气是更加准的 虽然我们现在未必可以去到一个完美的 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 其实你的预测能力是更加高的 正如经济学那样 以往我们是靠一些想法 去证明一件事 例如是需求定律那样 例如价升量跌 即是价钱升 那个购买量会跌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 但现在我要证明这个需求定律 可能就是引进一些数字 一些实质发生的情况 去证成那个需求定律 那这些东西越贴近数学 越贴近数字化 应该是会越真实 所以这个就是 可以说是科学的不足 也可以说是科学的好处 即是现在科学 一定是预测不了所有东西 一定是会有不差的 但你的科学不断进步 你对于细事的解释 应该是会越来越准确的 是的 那我第一 就不是很觉得 经济学预测能力很差 即是气象学预测能力也是很差的 所以每一个的模特 都会有它好定 好和不好的地方 还有最重要是模特的思维 那些参数是会改变的 那你本身用那个模特的时候 你的参数有没有根据那个模特 是做一个变化 那这个也是要问回自己一个问题 又或者本身你建立那个模特的时候 有没有真的用得对那个方法 那这些都是你要想的 即是你会不会是 那这个模特的模特的方式 可能解释不到现在的那个状况 你就尝试找一个模特有什么的弊端 去做修正 即是现在的经济学的方法 开始慢慢都不只是这么数理 你看回最近的 诺贝尔经济学者 不得住 譬如poor economics 的作者 他们是做很多 field trip 的 research 真的会去一些窮乡辟让 去好像人类学那样 去找一些当地的居民 去做一些简单的实验 那些实验可能是一些问卷的调查 又或者是可能 你有一堆的实验组 你给一些面包 有一堆又没有 接着你观察 你每一天给面包 之后那个月的变化 又或者你去村民给一些书 他们去读 或者你增加他们的human capital 然后你再对照一堆帽 给书去读 就去推测那些变化 其实现在做的那些东西 都很field trip 很ground work 很experimental 就不一定只是 躲在深山 或者全部都是armchair economist 就在这里玩数字 不是这样的 现在这些方法都会越来越变 例如刚才所说的 randomized control the trial 那种这样的方法 其实都是在其他的地方搬过来 所以我就觉得 慢慢修正 方法是会去改变的 我就简单去答一答这个问题 不一定说那个模特儿解释力差 就代表那个学科是废的 例如历史 很多人都是借股预金 那是不是真的所有借股预金 都一定是work的 例如很多人都说到 现在有天灾 然后暴政当道 那暴政有没有灭亡 暴政没有灭亡到的 不是说中国 是说其他国家 所以每一个学科 每一个体系 都有去解释能力上面的不足的地方 科学的精神就是你要不停去修正 不停去找到他的不足 可能是有时候好的话 就是修正的参数就会解释得到 不好的话 可能是整个模型都要去修正 再麻烦一点 可能是整个方法学都要改了 这个就是科学的精神 我自己就觉得是这样 没错 其实我们看到那些科学的理论 即使你说物理学 也有不停修正 以往可能是牛敦的理论 可以解释到大部分的东西 我发觉去到最近 可能是爱因斯坦那一套 可以更加解释到 但是你要知道 它都未必是对的 只不过它那一套 是能够解释到 绝大部分的理论 而用在这个世代就是比较好 你可能后人 之后的人 未来的人更加研究到一套 更加接近现实的理论出来 而那一套的理论 就可能取代一些旧的理论 去推测那件事 即是科学最大的精神 是会修改和谦卑 即它就没有确定自己是对的 是有一种可证危性在那里 即是你凡是 如果你找到那个例子的相反的证据 你是可以证明完 原先的科学理论是错的 然后你就靠修正那一套理论 找到一套更加能够解释 和推测到的细时的理论出来 这个才是科学最根本的一个精神 是 没错 时间都去到差不多了 最后也买一买个小广告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 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华尔加日报》和《日经亚洲》 如果你订阅了我PATREON一年的话 我会将《华尔加日报》和《日经亚洲》 送给你的 一年一年 如果你不订阅我的PATREON 都没所谓的 你记住去Fortune Insight Prime的网络 输入相关的优惠码 《华尔加日报》就是 还有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个需求 就是找阿盐去帮你做一个资产管理的服务 他今年都是赢大获的 跑赢了很多升级基金经理 赢了15% 很多升级基金经理都是负数的 但是他是不单止跑赢大市25% 也跑赢了现在很多人都很迷信的定期存款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浪费时间和钱 就是你自己炒股票或者信错人的话 你的身家可能随着 楼价又跌股票又跌都已经蒸发了四五成了 你剩下的四五成 一定要找一个相信的人 去帮你做一个好的投资 最后都转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和大家见面了 拜拜 拜拜